请用剪 在台北市场角万安与多位台北市员共同剪彩下 地方期待已久的福国路衔接中美快高架道路 赶在农历年前正式通车 历经疫情与缺工缺料的考验 这项总工程经费超过8亿 为疏解40北投交通的道路改善工程顺利完工 角万非常感谢购物局新工处同仁与承造厂商的努力 也强调这项扎道的开通不止有助于解决交通问题 更会对未来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引资及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注意 我们也知道福国路的高架道路 沿接的中美快速道路能够舒缓相关的车场 也能够带给包括北投士林设置淡水交通的便利 那另外延伸段其实就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连外道路 我想未来许多的厂商企业进来 一定能够对于不缓车潮减轻交通压力 有非常大的帮忙 晚上7点 我相信就可以正式开放 让民众来使用 当然刚刚介绍如果能够提前 就会提前 那我想最重要是能够带给市民朋友 一个便捷舒适的交通廊道 当然最重要 我也要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工程人员 施工的朋友 赶在小年夜前夕 能够让市民朋友 不管是未来返乡或是走春 都能够有一个便捷舒适的道路 角湾也搭车试行了一段 新公署方面表示 这一次通车主要是从福国路与成平路口 到中美快速道路路段 不仅能疏解市民北投往返大量车潮 和解决未来北投市民科技园区 完工启用后 所延伸的周边交通问题 新公署方面更保留了 未来批建轻轨捷运的路然空间 让未来更具有发展性 这个福国路从108年开始施工 那今天在高架桥的部分可以通车 那将来可以解决从市民北投 跟透过这个福国路 从周美然后上福国路 的高架可以直接到这个士林地区 那士林地区往北也可以到士林北投 那往南也可以接设置岛 那将来这个路廊里面也有预留 以后轻轨的一个路线 那对于这个北四科将来发展的交通 可以提供一个便捷的通路 在福国路衔接中美快高架道路通车后 接下来平面车道外侧两车道 及承平路口到承德路口范围 以及承德路口到文林桥范围的 南侧道路 预计在112年3月底开放通车 将更进一步完善便捷 士林北投地区的交通路网 福国路通车站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